身体上的累,休息一下就好,深埋心中的累才是真的累,能说出的难,讲出来就好,说不出的难过才是真难过,也许是为生活压力,也许是为感情纠葛,也许是为周全他人,也许是为成就自己。 有些时候,心里委屈,哭不出来,咽不下去,只能用悲伤埋没自己,不流泪,是因为没有关心,不吵闹,是因为没人心疼,因为知道没有人替你坚强,所以必须一个人咬牙硬扛,有时沉默会代替所有痛感,有时安静会容纳所有悲伤,人在忙忙碌碌中奔波,心在跌跌撞撞中坚强,生活难免会哭到一位。 感情难免会遭遇创伤,我们不能改变的太多,却唯有放下好好生活,这一生都会外匆忙,生活谁会替谁来扛,风雨中不要把谁指望,一命中不要等谁允守,心里难过若无处诉说,哭过痛过就从头来过,得不到就不要,想不开就不想,生活只要简利就好,感情只要尽心就行, 用措杂就及时修正,伤害杂就及时弥补,愚人单求卫星无愧,愚己单求无怨无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